这道美食我相信我的粉丝里边 99%的小伙伴没有吃过 哦 这个东西叫藤壶 没有听说过吧 我是第一次听说 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它是活的 之前咱们吃过那个佛手罗啊 我就觉得很稀罕了 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藤壶 我在网上就找到了很多这个藤壶的视频 大家看一下 海边发现个好地方都是藤壶 可以没 这个藤壶呢就是遍地都是 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礼物 小伙伴去住手试试 煮一下就行 要不说看小浪哥的视频长知识 这么一堆画了小浪哥一百多一点 不光是我 我相信你们也是有一种冲动 就是活着把它揪出来 是个什么样的体验 哦和 你们是不是这么想的 是的话的 拼着去留个言啊 嘿嘿嘿 这个特别紧 哇 就跟那个蟹黄一样 不是很美好 洗好雨后啊 看样子还挺好看 红红的 跟刚才比亚真是天然的这边 下锅煮8分钟 煮熟以后 它就由红色变成了紫色 嗯 小浪哥呢就帮大家先尝一下藤壶 怎么样 我看了 哎呦 这味道很熟悉 有一种感觉 这个 这个像什么来着 尝一下 这尝了的吗 这个肉还是不错的 这个你们尝一下 怎么样 很鲜 哎呦我去 这个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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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 大家看这一坨很饱满 这个根本就不用算盐 有点咸 大海这个的 这个也很肥 这个东西很神奇 黄色的地方呢 就很软 稀不溜溜的 然后这个是肉 吃起来就像龙虾的肉一样 这个应该是膏 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嘴巴 或者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找食物用的 这个应该是个囊啊 它的胃 应该是啊 我就猜的 这些地方一般是不能吃的 然后我们去掉它 我猜的 咯吱咯吱 这像不像我们的脚 这个也肥 嗯 这香 总结一下 这个东西呢 就是一道家常菜 每个人每天都要吃的 吃起来并没有那么爽 如果你们想吃的话 没问题 自己去买 东西是这么东西 里边肉不是很多 全都是壳 沿海地区的小伙伴 有没有广东的 这个是不是你们的家常菜 每天每顿都要吃 可以评论区留个言 好吗 OK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喜欢小龙哥视频 别忘了 关注评众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